弄错了 这是我女儿 你好你好 好疼 刚甩了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了一家主要吃芝士的一家店 然后叫做什么提香创意菜 然后我跟唐唐主要是为了一个叫做aglet的东西 让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以前吃过一锅芝士 有没有看过这个视频的小伙伴 然后当时我就有介绍过这种奶酪嘛 然后我跟唐唐就非常的喜欢吃 然后这应该是中国 应该是上海第一家卖aglet的店 然后是以自助方式的形式 就是一共290块钱左右 然后你就可以无限吃这个aglet 但是这家店当然也有卖别的啦 像我爸妈大姑啊 他们都不吃这个自助 他们去嫌太重口了 他们比如可以吃芝士披萨呀 还有芝士披萨 这家店主要是吃芝士的 所以他们这个芝士披萨就是奶酪火锅也比较有名吧 这个我也做过视频 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看过这个视频 你点了一点 披萨 辣的披萨 是吧 我也吃了这松露的真的超好吃的 你多卷一把 然后这种aglet的吃法就是跟小土豆一起吃 然后这就是他们的配菜 然后这个也是配菜 可以跟着芝士一起吃 就是先放土豆 哦 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放进去烤 很香 对 这就是完成的一份 然后你挤上胡椒就完美了 我淘淘有可能就要淘淘 肉啊 是嗎 然後再烘的就是這個 豬肉還要再加點嗎 太好吃了 有点这种梦想成真的感觉 估计很多人像我爸 大姑他们都是对奶酪 其实就比较一般的 但是我跟桃桃就舌头不一样了 所以你们有些奶酪黄婆们 也估计也吃不了这种奶酪 因为你们看的事情 都是那种放票片奶酪 这种是真的有那种奶酪味 沙味的 然后这种奶酪还是比较贵的 然后我们平时吃韩克莱都不太舍得买太多 然后这个自助餐餐就可以狂吃 可以狂加奶酪 太爽了 太新鲜了 我的妈呀 老婆它脆的 脆的 是皮吗 你待会也帮我切点个吧 脆就要吃 咸糊 脆的 脆的 超累 这是小娘们的 我也超爱吃小娘们的 我不喜欢的那个 嗯 用的K字不能是一样的 好好吃啊 颜色 那我想吃他们的某你 不饱了 不饱了 也是加冰的是吧 你看这奶酪就变那么大了 话说这是我跟陶刀第一次就是用这个机器吃hacklet 我跟陶刀以前hacklet就是这里也有 这里可以挑用这个机器而用那种机器 那种机器的话就是有个可以放这样一个平台烤箱 然后放小铲子 然后在铲子里头放土豆 再放一片奶酪 然后这个直接是拿一块奶酪直接烤 好大可以放在这样子里面 哇这才是好 我跟陶刀都吃得很饱很沉 反正我跟陶刀都打脸了 我并没有把那块吃完 我们剩了大概这么一块 但是可以打包的他们都打包回去了 因为一位是280人民币 然后我觉得对于像我跟陶刀这种非常喜欢吃这类奶酪的人还是OK的 但是要是比如你乳糖 就是比如我爸还有大姑他们其实对乳糖都不是特别能接受 或者对一些不太爱吃奶酪或者没吃过这类奶酪的人 我觉得先不推荐 因为你现在家里可以尝尝这种hacklet 然后再来吃这个自助餐 不过这个除了hacklet自助餐还有别的嘛 就是还有那个火锅什么的 价格偏高 但是味道真的非常好吃 然后我跟陶刀吃那个大奶酪 一共是800克左右 其实还是真的蛮多的 好吧那这期就这样吧 谢谢大家支持喜欢和鼓励 喜欢这期的视频的话 记得刷弹幕投币点赞 谢谢大家